在一次上親大會上 男小女多 男生坐著 女生排隊轉圈 在四月杭州上親大會上 都是男小女多 中國有個詞叫姓女 意思就是高學歷高收入27歲以上仍然未結婚的女性 換句話說就是指在婚戀市場當中被淨低的女人 通常情況下一個女生如果讀大學本科 畢業的時候她22歲 碩士研究生畢業的時候25歲 等到博士畢業的時候28歲 就會成為一位姓女 如果一個女生碩士畢業之後 三年內沒有結婚 那她的年齡都將會達到28歲 都會成為姓女 大寧女在相親市場上沒有優勢 因為30多歲的男人都想找20多歲的女人 大寧女可以選擇的男性比較少 根據數據統計 北京大寧女已經突破了80萬 而且還有上升的趨勢 緊隨其後的就是上海、深圳、廣州這些一線城市 大寧女都接近80萬 在上海人民公園的相親角 全部都是幫子女相看的家長 通常都是女多的男少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因為經濟發達的大城市房價較高 在大城市闖蕩了一段時間都沒有成績的男人 避免房價和生活成本的壓力 通常他們會在適分年齡 選擇回鄉下找份安穩工作 再買一間便宜的屋結婚生仔 然女性往往傾向於留在大城市 對男人來說 但凡可以在大城市站穩腳跟 月生四、五萬 事業有成、有房有車的男人 大多都會在35歲之後 這些精英男士更加稱來年輕漂亮的女人 有隻大靈女在年齡和容貌方面幾乎沒有任何優勢 很多大靈女經常都覺得自己很優秀 可以遇到優秀的男人 他們沒有正確認識到自己的優勢和缺點 一味按照自己的要求去摘毆 將相親對象的要求條件寬死 只要稍微有一點不滿意就放棄 不願意作出適當的妥協和讓步 結果就將自己變成了勝女了 廣西南齡的李女士年近40歲 長得挺好看 讀新女 家庭條件優越 她大學畢業 在父母支持下 開始自主創業 經營一間中小型企業 年收入幾十萬 李女士說 她二、三十歲的時候拍過幾次拖 都挺帥的 但是她當時不想結婚 所以都分到揚彪了 即使現在她的顏值已經有所下降 但她在摘毆的時候 還是有非帥帥不選的心態 很多朋友為她介紹過對象 她半年內想親超過十次 但還是沒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帥帥 8月9日 帳號奇聞百科在X平台貼出一段影片 一名大寧女吐槽說 絕對不找三四十歲的男人 只是找二十幾歲或者五十幾歲的男人 大家好 我是屬於那種帶寧優質性女 目前全款三百萬 有三套房 兩架車 我一不就找個二十幾歲的對象 一不就找個五十幾歲的 這兩個年齡段的都可以 我都非常滿意 一個可以讓我享受青春年華 一個可以讓我享受物質生活 我不會去找一個三十幾歲或者四十幾歲的男人 為什麼呢 因為會跟我競爭的女人會比較多 另外我覺得三四十歲的男人特別裝模作樣 他們有些好選 而我找二十幾歲的男人 主打一個情緒價值 找一個五十幾歲的男人 主打一個物質基礎 所以我不會找三四十歲的男人 現在中國經濟下滑 有很多單身人士都不想結婚 由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來看 當下中國單身人口將近2.4億 其中單身女性的數量高達1億多 女網友小張三十歲 她在抖音影片當中表示 自己還沒有結婚對象 有點焦慮 我今年已經三十歲 我身邊的好朋友 全部都已經談婚論嫁 就剩下我一個人還沒結婚 我家裡很多親戚都說 我太簡 相體的時候不夠主動 才令自己變成大靈性女 其實真的不是 我知道自己幾斤幾兩 我樣子長得普通 學歷一般家境一般 所以我對那些房啊 車啊 彩禮啊 都沒有什麼要求 我就是想找一個開聊天的 我們兩個互相喜歡對方的人 我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了 每次相體的時候 我都是非常主動 但人家回家之後就不理我了 我現在想一下都是非常焦慮 社會上很多人都對大靈女 持同情的態度 彷彿這些嫁不出去的女人 將來會面臨一種悲苦的生活 網友欣娜已經41歲了 至今未婚未育 但她不擔心到了老會很淒慘 她認為人生有很多種的生活方式 只要自己不覺得遺憾就好 就算這一輩子不結婚那又怎樣呢 一個人過都可以很充實很快樂的 有人留言說 這種單身生活 年輕的時候有多爽 老了就有多淒慘 我年輕的時候已經爽了幾十年 老了慘幾年都已經可以了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不可以因為怕老了淒慘 就將就著找一個人結婚生仔 和一個不愛的人過一輩 我覺得這樣會更加淒慘 雖然我現在都是單身 但我都不是不分主義者 我都是慢慢的密識 又是適合我的 我都會選擇結婚生仔 有人都說 你這個年紀再拖兩年 就生不出小朋友了 生不到就生不到咯 其實小孩又不是人生的必須品 人生有很多種生活方式可以選擇 只要自己不覺得遺憾就好了 Yana的心態比較平和 另一位網友 靜燕的心態都很好 靜燕是蘇州人 是一位47歲的大寧女 她說自己做淨女做了近20年 這裏中間的辛酸故事 堪可經歷一熱難盡 她在抖音影片當中提醒 其他大寧女 要適時調整摘偶標準 不要覺得自己很委屈 現在我可以坦然地接受 生活給予我的一切 好的或者壞的 限陽光大度 還是獨木橋 都是我自己的選擇 現在就要有勇氣承擔後果 而不是怨天猶人 同時都要正確面對 剖析自己 我正下來不是因為 不懂得體諒男人 不肯為對方付出 都不是因為 只會工作 不懂家務 我什麼都會 什麼都肯做 前提是要遇到 有那個跟我互相喜歡 聊得來的人 每個人正下來的原因 不准相同 但肯定是有原因的 心態好是最重要的 例如說 我現在不可能 找個沒結過婚的男人 如果對方各方面都不錯 這樣人家有小孩 我都會接受 女人要適時地 調整自己的摘偶標準 不要覺得自己很委屈 今年四月 杭州舉辦了一場 千人相親大會 結果到場幾百位女人 只有幾個男人去參加 有個別男性來了 發現男同胞太少 直接客退了 這些單身女生精心打扮而來 結果都沒有幾名男士出席 為什麼會有這種奇觀呢? 原來這次主辦方 要求女士參加報名 不用交費 而男士要交費 網傳費用在100至200元之間 不知道主辦方是怎麼想的 其實現在很多雙身市場 都是男士免費 女士免費 因為現在很多大城市當中 單身的都是女多男小 即使雙體活動 男士免費 出席的男士都比較少 更加都不要說這次的男士要交費了 目前網上的相親機構 要成為線上的普通會員 通常要交幾百元 還有一些項目 要按見面的次數交費 在互聯網大廠做事的女人文正 關注了一間上新平台的公眾號 她發現平台推送的男嘉賓少之又少 後來一位男醫生嘉賓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她慶充充地在平台那裡付費了50元 只是為了將自己的簡力 在線上递交給這位男醫生 然而令她沮喪的是 可能由於收到的簡力太多 這位男醫生根本都沒有禁開她的份 按照平台的規矩 50元又為她退回來了 但這次經歷令她不再相信這種傷身方式 和線上幾十元幾百元的付費相比 線下一對一的高端會員 才是真正的消耻模式 到了27歲 林兒想脫單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 她考察了一圈互聯網的相親機構 按照她自己設定的一些要求 報價都是2萬元起步 考察三年後她已經30歲了 她在一間新型相親平台上註冊成為付費會員 一次交了14000元的會員費 保證安排約見四個人 平均每見一個人就要花費3500元 這個在行業裡面都算是比較低的價格了 幸運的是 在上到第二位男嘉賓的時候 她就成功牽手脫單了 興奮的她在小紅鼠上面分享了 自己和身邊幾個大寧女的脫單經歷 獲得了幾百條評論和點讚 8月3日 在巴黎奧運乒乓球女單決賽當中 中國女選手陳夢 對戰同樣是中國隊的孫詠沙 按理來說 無論誰獲得冠軍 都是中國人無比自豪的時刻 但現場的氣氛卻令人感到非常驚訝 比賽現場 就是看到觀眾席上面中國球迷瘋狂的 一邊倒地為孫詠沙加油助威 而為陳夢學彩的聲音卻遼遙無幾 在陳夢得分的時候 賽場上甚至出現一片虛聲 不過陳夢依然頂著巨大壓力 最終以4比2擊敗了孫詠沙 禪聯奧運會的女單金牌 在她獲勝後 整個教練組都欺負著臉 甚至有觀眾對她鼠中指 等我們一起看看當日觀眾的現場畫面 有兩位觀眾看到大家一面倒地為孫詠沙加油 他們忍不住開始鼓掌觸學陳夢 為何全部都在這裡叫孫詠沙加油 全部都在叫莎莎 沒有人為陳夢加油 那我就為陳夢加油 主要是孫詠沙的粉絲太多了 我為陳夢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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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夢 加油 陳夢 加油 恭喜陳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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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陳夢 哇 恭喜中國人 恭喜恭喜中國人 恭喜 在現場氣氛極具緊張和壓力的情況下 陳夢最終以4比2擊敗了孫詠沙 直到她站在領獎台上 拿到金牌那一刻 觀眾席上面 那些人還在帶叫著孫詠沙的名 在這樣的氛圍下 陳夢親吻了一下獎牌 沒有鮮花 沒有教練和隊友的擁抱 她自己孤獨地離開了頒獎台 陳夢面對中國同胞在比賽現場對待自己的表現 她在比賽結束的時候接受賽事 沒有怨言和委屈 只是說奪冠是她非常期待和渴望的事 希望球迷可以正確看待整件事 很多觀眾說 我今天獲勝的秘訣是拆邊 確實我今天非常幸運 真的想不到 而且事隔兩年了 我都沒有拿過單打的冠軍 我自己確實都非常期待 非常渴望 當然我們隊友之間這些比賽 這種競爭 可能最後只有一個人勝出 但是我都希望球迷可以正確地去看待 因為競技體育輸贏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8月6日 自由亞洲電台出了一篇報導說 面對這麼奇怪的現場氛圍 有暗謀記者感到廢解 為什麼中國人一面倒這樣支持孫詠沙 而不支持陳夢呢? 有外國人在網上留言說 儘管她是中國人 但她卻正在跟所有中國人作戰 對於中國粉絲的異常表現 美國雙語說唱歌手 脫口秀演員 樂樂法利說 我覺得很low 很stupid 全世界都有飯圈文化 但我覺得他們這樣是另一種境界 樂樂法利表示 作為美國人很難理解這些中國粉絲的邏輯 就算你跟他們說得再清楚 他們都是不會明白這個背後的邏輯 我作為一個學了這麼多年中文的美國人都想不明白 記者問那美國人的邏輯是什麼呢? 樂樂法利回答 國家第一 That's it 國家贏了 我們都贏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就在這場比賽引發網絡憤怒批評和熱意之際 官媒澎湃新聞發表評論 別讓飯圈集氣侵蝕中國體育 文章說同樣是中國選手 為何厚恥薄屁到這樣的程度呢? 答案就是一種極端的飯圈表現 文章還說 是時候徹底反思飯圈文化的善意侵襲了 這樣的極端思維合合是對運動員 對體育精神的傷害 文章還指出 對於飯圈化亂象 應當有更加具體的整治行動 相關部門都應當依據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處理 讓越過紅線的飯圈中人付出代價 由根本上扭轉飯圈風氣 輿論認為 這就是中國桌球界的飯圈文化 中國體育界近年出現飯圈化現象 是一種狂熱支持者的情感表現 不過這次北京當局 卻大動作地整治所謂的飯圈文化 甚至抓人刑事拘留 呂美時事評論人士唐靖遠中評論說 飯圈文化確實存在 年輕的孫詠沙粉絲素遠超陳夢 表現狂熱都算是情理之中 媒體集中火力都在批評這個飯圈文化 我覺得其實在轉移焦點了 其實整個事件它的核心性質問題是 中共體育內部的利益分裝 是完全不顧任何的體育精神 完全將這個比賽本身 搞到一種是利益分配的場合 這一次它很有可能是打回 整個中共乒乓球隊內部的一些潛規則 唐靖遠指出 由比賽現場情況觀察到 兩個異常現象 一個是球迷一邊左右的瘋狂現象 另一個在陳夢奪冠之後 整個教練組包括教練馬龍都是欺負著臉 都沒有人去祝賀他 甚至連笑容都沒有 誰拿了奧運冠軍 它不僅是背後有巨大的商業利益 其實還有很多政治利益在裡面 而乒乓球隊的內部 其實都分了很多派系的 中國球隊裡面有實力拿冠軍的球員是非常之多 它就變成是真多觸小的一種局面 那對這樣的一些重大的賽事 他們往往是內部要求來指定的 就是大家來瓜分 這次比賽前 孫穎瑩拿了小冰賽 世界杯女單冠軍 如果奧運會加冕 就會成為女兵的第六位大滿冠 成為史上最快實現大滿冠的運動員 陳夢奪可能是五股潛規則 一意孤行地憑實力拿了冠軍 從而打破了整個乒乓球隊內部利益平衡局面 他都會因此得罪很多人 包括球隊領導 他的未來都令人擔憂 其實早在幾年前就有媒體披露 中國乒乓球界有好心的黑幕 他們在冠軍光環的照耀之下 早已經形成了一個固定的利益鏈 根本沒有人可以隨意出入 在各種大型賽事當中 半公開的授意球員以讓球的名義打架球 他們將不符合置身利益鏈的運動員 以集體利益的名義清除出去 最著名的莫過於上世紀80年代 一名叫做何之麗的讓球事件 這樣到底是甚麼事呢? 我們帶大家來了解一下事件的真相 這個是冰冰球史上最驚心動拍的一場比賽 1994年廣島亞運會女兵決賽 一名叫小山自立的日本選手 擊敗了鄧亞平獲得冠軍 他就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何之麗 這場比賽都是中國名將鄧亞平最不願意提及的一場比賽 這是乒乓球史上最驚心動拍的復仇之戰 也是鄧亞平最不願意提及的一場比賽 我覺得我是盡了力了 因為當時那場球賽我真的非常盡力 我如果是不盡力的話 可能會輸得更加慘一點 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智麗於1964年出生於上海 曾經被視為是中國冰冰球歷史上罕見的天才 18歲獲得全國單打冠軍 20歲獲得亞洲冠軍 21歲獲得細錦賽團體冠軍 23歲獲得細錦賽單打冠軍 但後來卻被迫退出冰壇 起因是一次極具爭議的讓球事件 1987年 23歲的何智麗參加新德里世界冰冰球錦標賽 經過激烈的淘汰賽 何智麗、管建華和大立立都成功殺入半決賽 決賽當中他們要面對的在韓國名將梁英子 因為在過去的比賽當中 何智麗和大立立都曾經輸給他 教練考慮再三之後 覺得管建華的勝算比其他人大 於是要求何智麗在半決賽當中輸給隊友管建華 由他去對戰梁英子 以確保金牌收入囊中 然而年輕氣勝的何智麗 他不聽教練組安排 半決賽的時候三比零擊敗管建華 教練看到這一幕忽然離場 第一決賽 他又以三比零 乾淨利落地擊敗了韓國名將梁英子 如願以上地獲得了細錦賽冠軍 然而令何智麗慢慢想不到的是 迎接他的並不是鮮花和掌聲 在頒獎儀式上 場面極其冷清 沒有人去送鮮花和掌聲 他在面上尷尬得沒有笑容 回國之後他更加是徹底被孤立 國家隊直接將他 由1988年看成奧運會名單上剔除 連提寶名單上都沒有他的名字 何智麗感覺被受屈辱 無奈之下選擇推出國家隊 後來和日本籍男子結婚 遷居日本 經歷兩年多的艱苦調整 實力出眾的他 迅速在日本脫穎而出 成為日本隊當家球星 並參加1994年廣島亞運會 比賽中他使用三種不同的戰術 連續擊敗三位超一流選手 上午擊敗中國台北隊員 同樣以3比1的比分擊敗了中國隊員 晚上決賽場上面更加是打出巔峰 對戰中國最強選手鄧阿萍 他每贏一次球就大喊Yoshi 就是太好辣的意思 最喜歡3比1擊敗鄧阿萍 這個全身流淌著華夏血液的女人 成功地等日本國旗在廣島升起 當時這個爆炸性的新聞就像顆原子彈一樣 震驚了世界冰壇 大家還說紛云見人見智 他為大眾帶來的思索已經遠遠超出了 競技體育本身的範疇 2023年4月 一家名叫Sport Trader的公司 對外公布了一組數據 數據顯示在2022年的乒乓球賽事當中 有62場涉嫌假球 針對這些數據 中國乒乓球總教練劉國良第一時間 進行了否認和闢謠 不過儘管質疑聲不斷 如果誰想去陷動中國乒乓球界的大哥 真是比登天更難 這是一股已經形成了三十餘年的勢力 這樣這次陳夢成功衛冕冠軍 未來是否會遇到好像何智麗一樣的警方 他到底觸動了誰的利益呢 日前網易上曾經有一篇文章 中國伊利集團在巴黎奧運乒乓球男女丹打 網球女子丹打決賽前 就在三里團的大螢幕上投放廣告 內容為大滿冠魔王莎 孫詠沙奪得女丹金牌 後來事情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奪冠的不是孫詠沙 伊利集團方忙將廣告撤下 並且宣布就三里團大螢提前洩露事件向公眾致歉 伊利給出的理由是 為確保比賽後能夠第一時間與大家分享喜悅 特意提前測試大評投放效果 導致物料不合時而露出 網友就此發帖 認為這樣顯示了比賽背後的商業資本操作 原來是這樣 那就解釋了決賽那晚大家的反應了 難怪陳夢奪冠一班教練都在那黑面 原來背地裡商業資本操作了 幸好陳夢不復書硬氣奪冠 布魯拉建議官方嚴查 乒乓都不是一片正土 只不過前期成績好大家選擇性忽略了 絕對不乾淨 也有網友說 伊利以為組織都安排好了 孫詠沙年輕 現在是世界第一 奪冠之後的桌頭更大 商業價值更高 組織安排他拿冠軍 大家好分錢 這樣一來陳夢的國家隊生涯基本上就到頭了 中國乒乓球隊教練劉國良 在央視節目當中曾經說話 有時候個人需要為集體勝利作出犧牲 這樣在陳夢事件當中 到底背後核心問題是什麼 外界上難有定論 但是劉國良在2020年東京奧運 和2024年巴黎奧運的表現有明顯差別 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讓我們來看看這兩段影片 手環網上一篇最新文章自出 比賽當中 向陳夢事中指的女人身份被爆料 她是中國伊利集團的公關經理 隨後伊利官方的評論區輪陷 據說目前伊利已經和這位女子扮你辭退手續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請你訂閱點讚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